花蓮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还有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四大隊第二隊 追查I88等遣毒网站的幕后经营者 以及营运据典 经过跟肩埋伏搜证 锁定该博弈机房的窃缺位置后 于3月24号动员警力持搜索票查契 逮捕了无姓等嫌犯 攻击三人到案 扣查相关共犯罪用的电脑主机等 全案以赌博以及洗钱防治法罪嫌 将吴南等人移送花蓮定检署侦办 花蓮陷警局刑事警察大隊和刑警局侦查第四大隊第二隊 追查I88等遣毒网站幕后经营者及营运据典 发现伺服器主机架设于境外以规避警方查契 由于花蓮也有犯嫌 透过该遣毒网站招募赌客遣毒 警方经过跟街埋伏搜证 于3月24日动员17名警力持搜索票查契 逮捕吴姓等嫌共计三人 查扣相关犯罪用电脑主机等 依毒博及洗钱防治法罪嫌 将吴南等人移送花蓮地检署侦办 本局刑警大队跟刑事局第四大队 共同侦办网路迁堵案件 发现花蓮地区有赌博机房 透过网路迁堵的部分来招揽赌客下注 于是共署专案小组积极侦办 经过跟街埋伏搜证 在锁定机房位置 在3月24日动员17名警力持搜索票进行查契 查获了无信等三名犯嫌 查扣公犯罪用的电脑 平板手机 网路路由器等证物 并以涉嫌赌博罪嫌 移众花蓮地检署侦办 调查发现该机房赌博的方式 是以下注国外各种运动赛事 视讯百家乐等赌博 并以24小时不间断的方式来营运 为了规避查契 赌客先至超商 以内码的方式来处购 购买这个处质来 就线上来下注 并且如果赌客需要兑换先进的时候 就会以汇款的方式 来汇到赌客所指定的账户 从去年3月到一年的时间 下注的金额高达 新台币5亿多元 在此呼吁 赌博会造成个人的财务问题 并且会影响社会治安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 遏止歪风 警方会持续积极侦办 阻断各种赌博管道 经初步检视 网站从去年3月至今 短短一年内下注赌资 打薪台币5亿多元 且无幸主嫌害排班 针对每日状况开会检讨 确保底下员工能迅速应对赌客需求 华联县警察局长 戴崇贤呼吁社会大众 赌博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及民众身家财产 为维护社会治安 遏止歪风 警方会持续收证 依法侦办 彻底断绝 签注管道 接着展望彦华临时报导